以赛亚书 第四十二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以赛亚书 三十四章 一到十七节 必然成就 列果要敬前来听 众鸣要侧而听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 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 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 向他们的全军发列诺 将他们灭尽 交出他们受杀戮 被杀得必然抛弃 失手臭气上腾 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 其上的万象要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 这刀必领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名 要施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 用枝油和羊羔 攻山羊的血 并攻绵羊腰子的枝油滋润的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野牛 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 他们的地喝醉了血 他们的尘土因枝油肥润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 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 尘埃要变为硫磺 地图成为烧着的石油 昼夜总不熄灭 烟气永远上腾 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蹄虎建株却要得为业 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 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 混乱的线坨拉在其上 以东人要照贵咒来治国 那里却无一个 首领也都归于无有 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 宝杖要长吉林和刺草 要做野狗的住处 鸵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 野山羊要与伴偶对教 野间的怪物必在那里骑身 自找安歇之处 剑舌要在那里坐窝 下蛋 爆蛋 生子 巨子在其影下 要因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意缺少 无意没有伴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他也为他们碾咎 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 他们必永得为业 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在33章13节 神对全地发出进入救恩的呼召 而在本章 神借着以赛亚 针对那些不回应他救恩呼召的人 发出审判的呼召 而这个审判 不只是指着当时亚述带来的威胁 更是要借着当时的审判 指出这个世界末了将要面对的毁灭 除了人要被灭尽 人放眼所见的 以及天上的受造物 都要因着最后审判的来到而改变 最终审判的标准 是神的圣洁 人的罪在神的圣洁面前 是无法躲藏的 而因着罪的缘故 地要受审 天地都要被废去 甚至自然界也要因着人的罪 而回到空虚混沌的状态 这就是世界的末了 如今 虽然人类的智慧与科技 似乎改善了生活 也使得这个世界 看似越来越美好 以致人们会认为 神的审判似乎不会临到 于是 许多人甚至为此公开否认主 但是 这并不能否认 神仍然掌管这个世界的事实 神要他的子民留意他的话 并且抓住他的话 当我们留意神的作为 就会发现 他正在成就他的旨意 倘若飞鸟与走兽的未来 都由他来安排 最后的审判 也都在他的手中 并且要照着他的话 来成就 因为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感谢主 他的话语必然成就 虽然很多的时候 我们无法完全领会神的应许 但是 求主天天带领我们 留意他的作为 并且紧紧抓住他的话 主啊 求你加添我对你话语的信心 并且让我的生命根基 稳稳扎根在你话语的磐石上 我愿意更加操练信心 相信你的应许 必然成就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阿们 主师的出于你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并且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主你借着以赛亚 或者是圣经所预告的 主都一一的成就 因此我们相信 主你的话是信实的 主你的话是带来能力的 主愿你自己持续不断的 向你的百姓来说话 主帮助你的百姓 在你的话语当中 得力量 得方向 得信心 主谢谢你 阿们 是的 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你的话是信实的 是带来能力的 主啊 谢谢你 你的话语 是我的养分 领受你的教导 我就成长 茁壮 行事就不偏离 主啊 求你开我的心眼 让我更认识你 更明白你的心意 因为出于你的 就必成就 哈利路亚 主我赞美你 你是智慧的王 有能力的王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真的是智慧的王 是赐下能力和盼望的王 因为出于你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主啊 帮助我们真心依赖你 真心仰望你 因为我们要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 知道你口所出的 没有一句话 突然返回的 谢谢主 让我们可以跟随你 直到永远 这样祷告 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